沒錯,萬一真的有這個停班的情況 我們會再繼續用推動線上學習來補救 當然我現在也有在考慮 我們要提供一些線上的活動 給居家檢疫的民眾 讓他們可以線上圖書館,線上影片 這個我們還會再跟圖書館這邊來合作 讓這個14天可以不那麼枯燥 原來我們就在推動線上學習 它有很多的好處 比如說可以做補救教學 可以做在家學習 同時也可以讓學生個別化的 被老師掌握整個學習的歷程跟進度 所以這個對於讓學生能夠拉起來很有幫助 像英語的補救教學 讓大部分的學生可以到達相當的水準 對於是你們的地球 我還會做得到的 我為了沒有任何人的地球 有些人的地球 在家學習的地球 我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可以做到的 我可以做到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